透過畫面中你可以看到有一名戴著鴨舌帽 穿著白色上衣的男子是站在台鐵的月台旁 跨越了警戒線 是朝著列車不停地揮動雙手 而在下一秒列車是急許而過 這位男子這樣子的一個行徑 其實是已經觸法了 在一旁的民眾也看得心驚驚 是趕快把影片拍下來上傳 而警方也表示這樣的行為 可能會遭到開罰 來聽一段稍早訪問 根據了解事發就在台鐵的湖口站 在月台上男子是不明原因 突然跨越了月台的警戒線 朝列車揮手 而在當時司機員看到了這樣的情況 是趕快的瘋狂鳴敵 是要示意這一位男子要保持安全的距離 而隨後根據募警民眾表示 當下站務員是有上前阻擋 但是這一位男子在現場 一度是有跟站務員爆發了口角 而警方表示 雖然目前沒有接獲相關的報案 但是根據相關的法規 男子這樣子的一個危險情境 可以處新台幣一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還 也提醒民眾 在搭乘大眾運輸的時候 務必要遵守相關規定 切勿以身事法做出危險行為